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金融股支撑大市向上 汇控资支获千万在伦敦和港股回购 股价再升3% 重上50元收市 中移动随正股价仍升1% 部分消费股亦是受压 里宁跌3%表现最差蓝筹 科技股限制大市的升势 阿里巴巴和收市后公布业绩的阿里健空 齐齐跌超过1% 联想被多家大行降评级 收市跌2% 快手和网易上季业绩好过市场预期 分别升半成和3% 部分汽车股年日强势 长期急升超过1% 吉利在升超过4% 连续两天是表现最好难受 中海游A股行使超级配售权 加外集资42亿人民币 H股升超过1% 洛阳木页计划回购A股 H股升3% 据报知付财源最多3% 收市下坐近1% 高任零售上年度仍转规 但仍批没其息 股价升近9% 水化轻业能源计划 收购封电项目公司股权 收市急性良成6% 港铁表示 第五波疫情对业务有负面影响 未来会积极拓展 内地和海外的发展机会 也会因应市况继续推出楼盘 港铁举行股东大会 集团说国际业务表现不错 会积极探索在内地和海外业务的发展机遇 以分散收入来源 并且说本港第五波疫情 对集团今年头4个月的业务 带来负面影响 但对前景仍然乐观 今年初爆发的第五波疫情 虽然暂见回落 但第五波疫情对本集团 今年头4个月的业务 已经带来不利影响 我们预期疫情将继续在2022年 对车站商店租户 以至租金收入有负面影响 港铁又指 铁路加物业发展是重要的一环 会继续因应市况 推出一定数量的楼盘 今年也会有多个住者物业项目预售 和为东涌东站第一期进行招标 我们期望在与政府签订相关项目协议 及通过批地程序后 批出小豪湾车厂上盖发展第一期项目 以及为东涌牵引配电站和东涌东站第一期进行招标 另外随意展开预售的 錦上路站物业发展项目第一期 我们亦计划在今年推出日出康城第十一期 港岛南岸第四期 及汉民田站第二期住宅物业预售 至于票价调整机制的检讨 港铁说会在下半年开始和政府商讨 亦会聆听和收集各方的意见 与政府在座深入研究 无线电视机枣吴杰晶报道 福生医药投资的内地数字医药平台 《药师邦》申请在香港上市 港交所资料显示 《药师邦》已提交上市申请 高城和中金是联席保证人 外电报道 公司计划集资3亿至5亿美元 折合大约23亿至39亿港元 根据初步招股文件 去年公司收入有100亿9千万人民币 过年增长66亿 股东应佔亏损4亿9400万人民币 有调查机构说 上海和北京的经济表现 在内地城市中排名五格不入 不过估计在疫情半和后 两地经济将会逐渐复苏 美国经济智富米尔肯研究院 以就业工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以及外国直接投资等数据分析 发现去年内地一线城市当中 以海口的经济表现最好成为榜首 按年约升19位 而大湾区就有两个城市入榜 包括排名第二的广州 以及排名第五的深圳 但上海和北京只是分别排第六和第八 机构说虽然两地近期出现封控 但区域经济架构 不可能在短期之内改变 被其他城市取代 相信防疫措施解除之后 上海和北京的经济表现将会逐渐复苏 只要它可以令到企业不散 那些员工 就算你停停 就是停又好上班又停 就是停停移动 它也有赚到钱的机会 然后它就可以有消费 机构又认为 内地今年全年经济 要达到增长目标5.5%的挑战很大 主要是由于疫情和俄乌的局势 仍然有变数 在这个比较特殊的环境里面 因为两个变数都不是完全 中国政府可以掌握到的 疫情掌握可能多些 但是国际公民链 国际经济的走势 中国政府是很难控制到的 所以我寧愿比较保守些 可能不止了 是艰难时期 另外研究也发现 在三线城市的经济表现当中 大湾区城市 东莞和珠海分别排第三和第六 无线电视记者劳佩欣报道 吉利汽车表示 我们減免汽车足智税 短期能刺激消费 减税刺激汽车需求 以前也做过很多次 其实我们本身不是觉得太重要 对我们本身的表现 我觉得我们的车 要靠我们的车的质量 我们的车的表现 吸引消费者 因为减税而增加的需求 其实不迟得久 当然从政府的角度来说 作为一个特别的经济情况之下 要短时间增加消费 这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 据据苹果公司受到内地封控措施影响 手机开发进度比预期慢 日经新闻报道 苹果四款新手机正处于工程測试阶段 供应商要设计机械零件 并且制定材料清单以计算成本 但因为上海封控措施 其中一款型号的进度 比原定落后三个星期 苹果通知供应商要加快开发 并且评估在最差的情况下 会影响首批生产数目 欧洲股市三大指数全线都靠稳 伦敦富士100指数升47点 巴黎凯指数升15点 德国Dex指数升35点 线钮4一等待会回报道 新筹趋势调查委员会 和多个公务员工会开会 确认相关调查结果 新增251宗确诊 太古城麦当劳群组 和国际英文幼稚园 分别再多一个人染疫 回来新闻时间 新筹趋势调查委员会 确认新筹趋势调整结果 对于外界质疑 今次加幅最高达到大约百分之七 委员会说大部分是参考 有健全大公司的数据 将来可未调调查方法 最终公务员的新金点调整 行政会议稍后会讨论 根据早前公布的调查结果 高中和低层公务员 新筹调整的淨指标 分别加7.26% 4.55%和2.04% 新筹趋势调查委员会 下午和多个公会开会 签署确认结果后 公务员事务局会参考 并向行政会议提交报告 最终决定调整的幅度 委员会强调 除了调查结果 当局也会同时考虑本港经济 政府财政状况 通胀 公务员士气等等的因素 对有意见质疑 调查结果未能反映打工仔的 新筹情况 委员会透露 今次收集的111间公司员工人工 两成半是属于50至100人的小公司 七成半是属于100人以上的大公司 合共大概13万户员 强调这个比例有参考价值 看公司的延续性是怎样 即是说看公司结构 过往它做什么行业 现在做什么行业 和它人数有没有很大的变动 这些是我们看的 甚至我们看了 他们会否在劳工上 譬如抵足了劳工法例 是否一个良好僱主 我们也是找一些健全的公司 因为政府也是一个健全的组织 我们不想政府好像中小企 随时有些会的时间做 或者某些时间不做 李联辉又认为 有必要每年维持这项调查 要确定这些调查的准确性和延续性 我们觉得每年去做是有个需要 究竟有什么方法 可以令到更加准确反映市场的状况 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延续性很重要 即个人用什么方法 今天用什么方法 下一年用什么方法 有些微调绝对是可以做的 对于有工会提出 公务员薪酬调整应该按通胀去计 李联辉说行会最终考虑的因素 已经包括物价指数的变动 再放大这个因素未必合适 母亲电视记者陈家印报道 有公务员工会说 今次中低层公务员加幅建议合理 至于高层就由政府决定 有人力资源顾问就批评 今次参考的公司规模比例不平均 有需要检讨 外界批评今次高级公务员 正指标加薪幅度去到7%是过高 有工会说最终加多少 需要由政府考虑 但就强调过去多年 政府都是跟随新筹调查结果 通胀每一年就算平均 过去三年加上都有5-6% 所以我觉得在中低层里面 4.5%是比较 其实都是挺卑微的一个要求 高层的数据都是7.26% 我觉得政府要考虑 如何去做那个申请调整 因为有一个滞后性在 如果今年是没有加足的话 其实下年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负数 7%是极有争议社会不会接受 那么就鑒于无论是立法会议员 政治任命官员 和很多其他的政府的补贴 都是跟通胀调整 所以我觉得固存公务员的生活开支 跟通胀调整是合理的 新筹趋势调查中 过百个员工的大公司 佔调查公司7成半 有人力资源顾问建议 政府应该以企业的本地生产总值 作为调查机构的比例 比如说银行、保险公司 又或者电讯公司 这些都是属于大公司的 但是这些大公司这些行业 在今次来说受疫情的影响 不是很大 所以就变成了他们出了数据 为什么就会说可以加仁工加得这么高 大企业和中小企 大家的比例上抽入去这个调查 就应该要再调整一下 他认为高级公务员待遇优厚 和私人企业需要用花红挽留人材的做法不同 建议新筹调整 应该剔除花红增幅 母子电视机者 刘俊玉部 本港新增251宗新冠病毒个案 包括28宗输入病例 太古城麦当劳群组 和九龙塘罗福道幼稚园分别多一个人染疫 太古城麦当劳群组增加至10个人 再多两个人确定带BA点2.1、2.1 而新确诊的66岁女顾客 已完成接种冷剂疫苗 在今月13日中午帮衬 17日发病和快速测试阳性 同行的两个亲人和和她同住在南风新村 一般狗座的家人就是阴盛 当局相信源头是64岁 由美国返港的女人 她坐的位置就是近门口 去大堂那里 在大堂那里可能空气会有流转 有可能就是当日 这位源头的病人 他干顾的时候 因为他的传染性比较大 有机会除了口罩的时候 污染了空气 在这间餐厅里造成一个短距离的传播 九龙堂罗福道国际英文幼稚园 亦再多一个学生染疫 同早前公布的个案不同班 但是同层 最后上学是星期一 同日有病征和检测阳性 同班28个同学和5个教职员都呈阴性 6个环境样本也没有研出病毒 初步的调查就是显示 肯定在一个班房里面 就是有个群组 似乎就是有机会是在课室里面 有一些的传播 因为大家都在一个短时间里面 是出现病症 本身家人都没事的 也都找不到有其他的源头 不能够说绝对排除 会不会是共用一些设施的时候 的传播 合共有19宗学校情报新增个案 涉及19间学校 包括15个学生和4个教职员 另外新增2宗死亡个案 第五波疫情至今合共9159人死亡 而早前爆发群组的上环星月楼 巡查之后发现有通风问题 包括厕所的抽气变成排气 扇风量也低于正常水平 直视已经改善有关的问题 武士尼斯记者 札月文部 政府今个月底 将会实施第三阶段疫苗通行症 未曾染疫的12岁或以上市民 需要接种3剂新冠疫苗 但至今只有5成4人打了第三针 政府早前提醒市民要尽快打齐针 现在进入指定处所 包括街市、食市、戏院等等都要符合疫苗通行症要求 即是12岁或以上市民一般需要最少接种2针 今个月31日开始就要打3针 目前大概有669万人接种一剂疫苗 其中大部分也已经打了2针 而接种3针就只有大概366万人 第三阶段疫苗通行症实施后 接种第二剂未满6个月的人 疫苗通行症仍然有效 而新冠患者康复后6个月内 没有额外接种要求 不过如果感染之前只是接种了1针 就要在康复6个月之后多打1针 不过有传染病学专家认为 目前患者在康复后 满3个月已经可以接种疫苗 接种了2针的人 相隔3个月也都已经可以打3针 建议缩短缓限期去到90日 他说免疫力弱 长者、长期病患者 或者有较高感染风险的人 可以考虑接种第4针 但认为短期之内 第4针不用加入疫苗通行症要求 除非有更高传染力的新变种病毒出现 另外资科办说最新版的安心出行 和处所使用的疫苗通行症掃描器 已经可以应付第三阶段的打针要求 当局切安心出行电话热线 如果有任何问题 可以每日朝7晚9查询 无线电视记者杨培思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透过视像 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来特 说中方继续支持联合国 在促进国际人权事业的积极努力 但强调不需要其他国家做教师爷 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国家主席习近平以视像方式会见正在访华的联合国人权事务 高级专员巴切来特 讨论中国和全球人权议题 习近平说 共产党诞生一百多年以来 一直为人民利益而奋斗 中国成功走出一条信英时代潮流 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 中国人民的人权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 习近平说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中方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 与各方积极开展人权对话和合作 继续支持联合国为促进国际人权事业作出积极努力 但强调全盘照搬别国制度模式 不单只会水土不服 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 在人权问题上不存在十存十美的理想国 不需要对别国而止弃史的教师爷 更不能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 巴切来特就说人权是持久发展和平和安全的核心 说和习近平以及中方高层直接讨论人权的会面珍贵 巴切来特星期一起访华六日 是时间17年再有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到访中国 行程包括到访新疆 美国国务院就质疑巴切来特访华是错误之举 说中方不会被他对新疆进行全面独立不受操控的评估 在北京外交部反驳说美方害怕他偏造 关于新疆种族灭绝 强迫劳动的方言被国际社会拾破 所以不惜偏造更多抹黑中方的方言 误导国际社会 发言人说中方不单止欢迎巴切来特到访 亦都欢迎各国各界人士访问新疆 亲身了解和感受 无线电视记者仰杰尔报导 解放军东部战区近日在台湾周边海空域 进行多军兵种、联合备战、警巡和实战化演练 东部战区新闻发言人说 行动是对近期美台欧联活动的严证警告 说美方在台湾问题上讲一套做一套 频频为台独势力壮胆打气 形容是虚偽和徒劳 只会将局势引向危险境地 美方自身亦都将会面临严重后果 重申台湾是中国一部分 战区部队有决心、有能力 挫敗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和台独分裂图谋 健缺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和地区和平稳定 南韩总统办公室说 偵測到北韩测试核爆装置 相信是为核试做准备 而在较早前 北韩据报向日本海 试射三枚导弹 其中一枚相信是洲际弹道导弹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 北韩在本港时间今早5点至5点42分 从首都平壤北部的信安机场附近 接连向东部海域发射三枚导弹 第一枚相信是洲际导弹 飞行360公里之后落入日本海 最高飞行高度540公里 第二枚相信是短程导弹 只是飞行了20公里就在半空中爆炸 第三枚也属于短程导弹 飞行了760公里 最高飞行高度只有60公里 但就有中途改变飞行轨道的能力 日本政府说 三枚导弹的落点都在日本尊属海域之外的日本海 今次是北韩今年以来第17次发射导弹 由年初至今每个月都有试射 在北韩射完导弹之后 他对北韩的行动作出强烈谴责 又说北韩的挑衅只会促使南韩和美国 加强军事阻核力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说 北韩在美日峰会 以及四方安全会谈之后试射导弹 显然是一项挑衅行动 绝对不能容忍 无线电视记者曼希顺报导